筋痛又名月经脚痛是女性月经来潮期间所出现的疼痛 根据调查研究,全球有高达五成到九成的玉林女性都曾经发生过筋痛 筋痛通常会在月经来的时候开始,且疼痛部位大概出现在骨盆或下腹部 不过筋痛发生的时间、频率以及严重程度都不太一定 严重一点甚至会造成背痛、腹泻与恶心 值得注意的是,筋痛通常好发于年轻女性,这是为什么? 嘉连太平医疗网妇产科医师Eric Chen本周详细说明 至于筋痛该怎么舒缓最有效,医师Eric也有专业解答 筋痛药,另外就是运动,另外就是病院药 病院药,病院药也对,有些筋痛都很有效的 而书香房单元、乐书房店长Alice本周将介绍日本财经漫画 他从一个小兵开始怎么样奋斗之后,终于成为科长 所以这个等于算是一个系列是他的成长过程 这个藉由这个岛耕做的成长,你可以看见日本企业 是从气力那代怎么样子发展 丰富在美华人生活、讲量化 本周六晚间8点起新闻台首播 周日同一时间超市无线台34.5频道播出 欢迎观众锁定 东四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